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一起来神讨,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分段上就可以分成两段,第一个大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二个大段落就是十一节到最后尾 我们先来看前面这一大段的一到三节 他说,所以你们既随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质道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顺正的灵乃,将财身的婴孩爱慕那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得救,你们若上个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所以这个字,所以这个字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所以就是延续第一章的教导来才有这个所以 我们要重温第一章的一些重点 第一章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彼得在第一章里面提醒我们 我们既然有一个天上活潑常存的一个基业,既然有这个救恩临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有大喜乐 甚至在这个患难里面,在这个试炼里面,即使暂时忧愁都好 在我们生命里面,都应该因着耶稣的这个救恩有一个极大的喜乐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是因为这个救恩的缘故 因为这个救恩的缘故,我们要促上腰,我们要使我们的信心在我们心里面有力量 面对这个世界一切的动荡,面对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不如意,一切的困难也好 不要失去这种属天的盼望,不要失去这种属天的喜乐 这是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因为有一个永存的道在我们里面 也都要因着这个属天的不一样的眼光,以至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 是一个寄居的生活,一切都是短暂,我们要看着永恒来活现在 这个就是第一章所说的,所以第二章就是承接着这个说法 就是提到所以,所以再一次强调就是,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既然我们已经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我们有一个天上的产业,生命都被改变 既然有这样的事情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个相应的一个 一个生命的结果出来,所以他就说,所以了,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一切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连 因为有这种永生的牌膜,因为有救恩,所以我们就已经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 就是可以活出一个真我,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从属天的生命开始来整合 神的道理在我们里面,救恩已经临到了,从此在世界的日子里面,我们整个人是四分五裂的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鬼诈,很多的怨恨,很多的罪,让我们不能够活出那份真实 我所说的这个真实,不只是我们内心里面那种的真实 而这个真实是一个属天的神的形象的真实 因为从前在罪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属神的形象被压制了下去 被扭曲,甚至是没办法可以活出来的,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神有一个完美的设计在里面,天地万物的创造里面 唯有人是拥有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备造的 所以理应来说,我们应该可以活出这个形象,当我们活出这个形象的时候 是一个属天的样式,是一个能够管治这个世界的样式 就好像在伊天园里面的时候,当罪未曾进入世界的时候 阿当、夏娃活在一个神的样式底下 在这个样式底下的时候,天空的飞鸟,海里面的雨,地上一切的走秀 都能够听命于阿当和夏娃 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最独特的地方 而在那个时候未有罪的时候,人活出这个形象 所以天地万物都顺从,都效法,都效力 这个就是这样,可惜当罪来到的时候,这个属天的形象就失落 我们失去了这种属天的形象,大地不再为我们效力 因为看不到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动物不再听我们 因为他们见到我们就拔身 为什么我要听你,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 因为我们失落了属天的形象,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人生一路走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神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我们所失落的属天的形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也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一路向着更深的黑暗一路走下去 初代的人类,阿当和夏娃刚刚被赶逐离开这些园的时候 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失落神的形象,但是我否认呢 他们身上神的形象是比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多很多 但是人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那个形象越来越失落 所以圣经在这里就讲到就是,我们就会变得鬼诈,假线,贼道,有毁谤的说话 这些都不是神的形象里面应有的东西 只要既然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拥有属天的形象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静直的我们应该是美善的 但是问题就是,醉一路盖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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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些属天的生命这个特质完全掩盖了下去 然后醉的特质就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彰显出来 但是在这里比特前书就提醒我们 既然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说到我们恢复了这个属天的身份 我们恢复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有救恩最随去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随去这一切的恶毒 诡诈、假善、贼道、语绑 这些东西就要在我们身边来随去 就像一件污蔚的衣裳一样 我们就要随去这个污蔚的衣裳 然后让属神的属天生命的美好 重新再展现出来 恢复那个属天的形象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但是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才能够恢复那个属天的形象 怎么才可以找回我们所失落了 神最初始的时候设计 就应该要放在我们里面的 这个永恒的基业这个产业 第二节就给了一个答案 就要爱慕那纯正的宁奶 将才是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得救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要恢复那个属天的形象 其实就是要恢复那个属天的生命 那生命是怎样的呢 所以比特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好像一个婴孩 好像一个婴孩爱慕乃一样 我们要爱慕那个纯正的宁奶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得救 所以就好像婴孩一样 婴孩对奶一样 婴孩对奶是怎样的呢 婴孩对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需求和学务的 你养过婴孩就知道了 每两个小时就要吃一次奶了 在婴孩的世界里面 没有东西比奶奶更加重要的 所以他一肚饿 他就会呱呱叫 除非你给奶他 那就才可以安抚到他 而且你看到婴孩吃奶的时候 就是最满足最开心的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 我们都要有这种生命 我们要恢复这个纯正的宁奶 这个纯正的宁奶是什么呢 后面就会说到的了 所以就要让我们可以 因此而渐长以至得救 婴孩这么渴买奶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要吃奶 他才可以有能量 才可以有能力 而且他要一直这样吃奶的时候 他才可以长大 不然他就永远停留在 出生一日两日的状态 婴孩是大得很快的 生命就是这样 生命是一定会成长的 如果我们有那个生命 我们就一定会成长 塑膠等等这些铁 他们没有生命 所以他是不会成长的 但是有生命的东西 是一定会成长的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恢复那个熟天的生命的时候 这个熟天的生命 除非我们没有领受到 如果我们领受到的话 他一定会成长的 而成长他就需要 要像婴儿子一样 对这个的鸣奶 有那个的 那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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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就说过 你们如果尝过天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如果你尝过天恩的滋味 你尝过什么是救恩 你认识过耶稣 你和耶稣开始有连结起来的时候 你的生命必定会改变 这种里面熟天生命在你里面就会成长 没有东西可以拦住 有没有见过种子发芽生长 你就算找他把他盖在泥里面 把他盖到盖过头的时候 当这个生命在里面发动的时候 他会破土而出 没有东西可以拦住他 前几天我的师母在西环拍了一幅照 他觉得很惊讶 我拍了一棵植物 他也传给我们这些族长看 那个植物很特别 他是怎么说呢 他是很青绿的一棵植物 但你看清楚的时候 他不是种在泥土里面 他是被人摁在一个红毛泥石屎里面 在一个红毛泥石屎里面的时候 他都可以这样破土而出的生长 这个就是生命的力量 所以如果我们尝过主因的滋味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开始恢复的时候 他就必定会不断的成长 而且在生命里面 自然就对这个灵癌有一份的渴望 好像婴孩一样 这个就是彼得提醒我们的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他就举另一个例子 就是第四节到第十节 他说 主乃是滋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损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受杖滋石 被建造成为灵工 作圣结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建神所越纳的灵制 因为经上说 汉南我把所拣损所宝贵的 房角石安放在石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收归 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又话说 将人所建的石头 已经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 作了半脚的石头 跌人的团石 他们既不信从就在道理上 他们这样半跌 也是预定的 唯有你们是被拣损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结的角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照 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者光明的美德 你们在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出 现在却蒙了连出 他就进一步去深化 这个属天的生命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他说 主乃活石 我们所信的主 这位耶稣 他是活石 他是那个living stone 他是有生命的 是一个活着的石头 虽然他固然是被人所欺却 是被神所揀算 所以我们要认识 我们的主 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主呢 其实因为我们的 属来的生命成长 是要向着一个方向 向着一个目标 就是要恢复那个属天的样式 但问题当然了 属天的样式 属天的形象 既然我们在漫长的罪的岁月里面 已经失落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才是样式呢 那个样式呢 举个例子很简单的就是 有没有发现呢 就是我们的孩子 像我们的 有时候你留意一下 这些小朋友 很有趣的 他们说话的 比如好像我们看 陈希佳 黄冯恩那些 有没有发现呢 他们说话的语气 好像自己的父母的 有些特定的用词 都是很像的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会跟着我们的源头 来到去受它的影响 来到去得着某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一样 我们失落了这个属天的生命 属天的形象 但是现在被恢复过来 其实是因为主耶稣 所以因着主耶稣恢复这个属天的生命 这个样式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要在主耶稣身上 去取得这个属天的生命的样式是怎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 这个也是我们属天生命的源头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源头里 来支取这个养分 来吸收 那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呢 比特就说他是一个活石 虽然他是被人所弃止的 但是他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 因此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都要像活石一样 即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怎样的样式 我们都要是怎样的样式 主耶稣他是活石 我们就要变成是活石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人 我们的父母是人 我们自然就要是 我们就会是一样活出同样人的样式 狗就是狗 猫就是猫 猫的猫的爸爸 猫的妈妈是什么样的 那个她的BB都是那个猫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都要 因为主是活石 所以我们都要像活石一样 被建造成为灵工 为什么她用这个活石来形容主呢 因为主就是那个根基 然后当我们一起 都变成活石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工 整个灵工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灵工所指的就是好像圣殿一样 其实她是用圣殿作一个例子 圣殿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contain神的同在 让神的同在可以临到其中 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 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 恢复先前属天的形象 目的就是要让神可以再次回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与耶稣基督看齐 成为那个灵工 成为神的殿殿 神可以居住在我们的当中 其实我们属天的生命 越来越彰显的时候 我们属罪的形式就越来越无了 甚至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死去 当这些罪被除去的时候 神的同在就可以发起来 这个就是神晚古以来的计划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与人同住 神的心意是要降临在人的当中 但是罪被隔住了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恢复的时候 罪被处理了 救恩临到 所以神可以回来 因此我们要像一个活石一样 我们就要这样建造成为灵工 让神返回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就成为了圣意的祭司 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越纳的灵祭 整件事情就翻转了 我们可以再次有那个身份 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 让神的荣耀同在进入我们的当中 当然他就解释到 其实我们的主就是一样 祂是被神简选的宝贵房角石 放弃石安这个地方 信靠祂的人必不自收惠 即是我们信靠祂 我们与耶稣看齐的时候 我们支取耶稣这一份生命的时候 我们是不至于收惠的 因为我们最终会领受我们天上的基业 恢复属天的身份和形象 至于不信的人是怎样的呢? 不信的人呢 耶稣就成为了一个跌人的石头 跌人的盘石 不信的人呢 其实就是被耶稣所跌到的 特别就是那些的 那些的以色列人 那些的犹太人 当他们不能够接纳耶稣就是那个活石 不能够接纳耶稣就是那个救主的时候 其实他们跌倒 因为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每次的盼望救恩 他比我们更加认识神的话语 他们更加知道救恩的可贵 利塞亚的重要 等过了几千年 可惜到最后他是从救恩刷身而过 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加的可怜 他们是真正的跌倒 他们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够信从 信从在这个的道理上 他们不能够真的来听净这些道理 这个道理所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耶稣的一切 关于耶稣一切的真理 其实都最后只是揭示一件事 耶稣就是那位创天做你的神 祂就是万世的救主 是尼赛是人类唯一的盘望 也是让我们回到天父身边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唯一的希望 但是当你不能够去接纳被拒绝的时候 人生就没有路下 我们没有办法恢复那个属天的形象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的人 是怎样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跌倒就像预定一样 预定是什么呢? 就是神经常说过的 他会有再来的日子 他会来到审判 他要你随去追 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相信耶稣的话 其实你就将来是要面对这个审判 这个审判已经是预定了 神不是预定人沉沦 神是预定人得救 但问题就是神尊重人的选择 得救的方案已经摆在你的眼前 得救的方法已经提供了 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 这个就是你的选择 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的话 将来是预定有审判 这个就是那个的情况 但是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是怎样呢? 就是第九节他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 做类似在君尊的祭司 升级的角度属神的子民 我们被拣选的人 我们的属天的形象恢复 所以你发现你的形象 不再是在罪的奴役里面 罪的奴博 满身的污蔽黑暗 相反这个属天的荣耀 属天的形象恢复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都会改变 这个举个例子 就是 就是 好像那些电影 就是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这个 垃圾堆里面生长 黑衣仔一样 但是原来这个不是我们真正的身份 就是有些人 我们在这个垃圾堆里面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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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到手指头都很难 才找到那一元两毫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 有一辆超级豪华的房车出现在你身边 有一个管家走下来 然后他告诉你 宵爷 我找了你很多年了 其实你是某某某某世界超级富豪的儿子 当年被绑匪捉走了之后 就失落了 现在我们终于千身万苦 确认了你的身份 找回来 宵爷 回家 然后就向你邀请 让你上去这辆豪华房车 当你这个身份一恢复的时候 你发觉 以前那些东西就不再一样了 所以他这里所说的就是一样 当我们这个属天的形象生命被恢复的时候 我们就会成为这个 被拣选的族类 君尊的祭司 圣经的角度 属臣的子民 这个身份要在我们里面恢复过来 我们要成为祭司 穿上祭司结白的祭司服 除去一切罪恶的衣裳 然后我们要能够去到神的面前 献祭和神是一个完美 近距离的接触 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从前和神是分离的 现在和神绑在一起 这个身份就要恢复过来 但恢复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叫我们去宣扬 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当我们生命这样恢复 生命翻转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我们不再乞衣 我们不再烂红烂天 我们以前四分裂的人格 重新被整合出来 整合回到神荣耀的形象里面 我们里面充满喜乐 充满光明 从前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 现在我们有能力的圣意 这个就是那个分别 从前我们被很多东西核制 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但现在这些核制打破 这些不好的习惯 慢慢都不能再核制我们 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越长越大 它就可以争夺这些罪的枷锁 从前我们粗口难舌 现在我们因为经历神的爱 属灵的生命起来的时候 现在我们可以不讲粗口 从前不讲粗口 好像不懂得说话 但现在我们生命改变了 反而我们不想再讲粗口 从前我们脱不了烟的捆绑 现在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可以不吃了 从前我们在赌博上被捆绑 有隐蔽 现在这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彰显的时候 我们可以戒得到 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去反转改变 我们就成为美好的见证 叫人去认识神 从前未曾梦连述 现在梦连述 从前我们经历不了神的爱 但现在我们随时随地 都领受神的爱 神的爱激励我们 让我们越走越光明 让我们生命越来越正直 这个就是整个第一大团落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大团落 第二个大团落 因为有这个生命的恢复 我们就像宝贝 学无灵奶的时候 生命一路成长成长 最后会成长成怎样呢 就是第二个大团落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恩 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所以他就说 我是弟兄的 因为这个属灵的生命灰复的时候 你们知道呢 你们是客女的 你们是寄居的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那个是天上永存的 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这个世界非我家 所以我们就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就是我们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起来 当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起来的时候 这个属邪恶 肉体的生命就会漸漸的衰微 就是那个好像拔河一样 当我们越来越靠神 越来越靠神 越来越靠神 越来越靠神的时候 那边就越来越衰弱 越来越衰弱 这边就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成长 所以我们就要品行端正 甚至呢 去到一个地步呢 要那些诋毁你的 我们是作恶的人 看见你的好行为呢 都能够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就是呢 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呢 是用善来去性恶 用光明去驱逐黑人 不是呢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不是以暴易暴 就是 就是 报复式这样的生命 但是呢 以善性恶 用光明去驱逐黑人 甚至呢 信从信服到一个地步呢 连那些诋毁你的恶人 到最后 都找不到任何人去诋毁你 只能够归荣耀与神 激又激你不生气 但是呢 你继续依你的先行 给好的生命见证 到最后呢 甚至呢 甚至呢 赢得这些呢 攻击抵卫你的人 因此呢 他再继续深爬下去 第十三句话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信服人一切的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佛岳上线的神载 因为神的志愿原事 要你们行善 可以倒转那糊涂 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 他不可借着自由 掩盖遮恶毒 总要作神的仆人 勿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宗的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你们作服人的凡事 要传敬畏的心 信服主人 不但信服那良善 温和的 就是那歪癖的也要信服 可若人为叫良心 对得住神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 有什么可夸的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照原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呼吸 你们留下仿若 要你们跟随他的脚中 他并没有犯罪 口罗也没有贵责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 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谈那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意在异常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象迷路的弱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所以他说 为了这样的缘故 为了我们的生命一路成长的时候 为主的缘故 你们要信服人一切的制度 或是地上的均和 这个属天的身份彰显出 这个属天的形象恢复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信服的生命 为什麽呢 因为信服的生命 和这个血气的生命 是相对立的 属灵的生命是一个信服的生命 属血气的生命 属肉体的生命 是一个抗争抗衡的生命 所以其实我们看小朋友都是一样 当他在血气里面的时候 他在包咬着 什么都顶着 但当他越来越成长 他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是越大越轻滑 是吧 当他经历过人生很多的洗礼的时候 其实他的脾气就会越来越变得圆滑 越来越变得信服 就是我们都说 慢慢就会化了 是吧 其实就是这样 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活出一个信服的形象 我们要信服一切的制度 地上均和 因为神容许这些制度均和存在 当我们在血气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天生喜欢挑战 喜欢抗衡 但是属灵的生命慢慢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越加能够信服 而且如果我们做伏人的 信服我们的主人 不只是信服那些温柔良善的 连那些乖辟的不讲道理的 我们都可以信服 地上一切的制度 我们应该信服的 我们就信服 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 属灵生命会将写出来的 当然我们会问 那是不是不合理的信服呢 只要不违背真理的 我们都应该信服 违背真理的部分 我们都不去挑战它 但是我们要去 用智慧来处那些东西 其实这封书信是彼得写的 彼得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罗马政权是非常残暴的 但是他竟然叫我们都信服 因为耶稣就是这样 耶稣活在罗马政权之下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挑战过 罗马的政权 他只是按照属天的样式 活出他里面那份的清洁 那份的正正 耶稣就是我们的仿若 所以第二个大段落里里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祝福人的要信服 我们要信服地上的 这些规例 这些制度 信服我们的君王 其实我们心里不需要粉粉不平 我们不需要变成一个 这个可怒之子 这个愤怒之子 其实彼得本来就是一个血气的人 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 竟然到最后 他成为一个最能够信服的人 其实他能够这样信服 是因为他的眼光不一样 他所看见的是天上永恒的 地上每一个制度是原理的 地上每一个制度是可以满足所有的人 但是我们不是仰望这些东西 救我们的不是地上的制度 救我们的是属天的生命 当我们能够恢复这个属天的生命的时候 里面满有喜乐 平安满足 救恩在我们的里面 永恒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不需要拘离冤然在 因为我们知道天上有位的神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信心 所以就算我们现在受冤屈 都不要紧 因为总有翻转的一人 而且天上有位的神为我们作主 当我们信服这个地上的制度 这个地上的制度如果不合理 我们都去信服的时候 其实神会为我们出手 神会有办法更改这些制度 甚至为我们开出一条路 让我们有路可行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抵挡那个制度 去挑战那个制度 反而我们是要捉住的 是神 这个才是我们的属灵成熟 即属灵生命应有的特质 并且这种好行为 这种行线 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就是以外性过邪恶 以光明性过黑牛 就好像我们的言书一样 秘马不还口 在受害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说话 就是这样信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结果神就让他复活 升在高天之上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 属灵生命应该要恢复过来的形象 是满有喜乐、平安、仁安 是一个这样的以善性恶的生命 但愿神的说话成为我们的祝福 帮助我们都能够天天的喜乐 天天去跟随神 让我们一起跟随阿牧师 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 来到主地并且我们有无声 一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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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地守在我们的眼中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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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圣灵我们要天荣的信仿 我们是圈圈的机器 圣经的国度 圣索前世被属于证明 记忆是白色 我们是教会 在这里花光悬崖去 爱的注定并且我们不是 一块一块尽造成为注定 注定守在我们的安置运行 圣灵我的谣点让我希望 我们是圈圈的祭祀 圣经的国度 圣索前世被属于证明 哦 我们是圈奎的祭祖 我们是圈真丽祭 圣经的国度 圣足金 shed 背书的鸡笔 既然是背书 我们是家 在这里 发光信仰值 我们是青春的鸡笔 世界的国 我们这些生的鸡笔 既然是天津 我们是圣归 在这里 发光信仰值 我们是教会 我们是习近的西山 让你给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活动 我们每一个都是你所建设 在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在我们说我们要调心的来追求你 调心的你 学慕你 圣灵的你这刻更多的来充满我们 不要让我们游住那份学慕的心 感觉心的证度 伤的痛在我们的里面 祝我在这里 深切的寻求你 我在这里 深切寻求你 每个清晨夜晚 都决你寻求 我在这里 聆听你心意 亲爱主耶稣 渴望欢迎你降临 我在这里 深切寻求你 每个清晨夜晚 都决你寻求你 每个清晨夜晚 都决你寻求你 我在这里 深切寻求你 我在这里 深切寻求你 我在这里 深切寻求你 在这里 耶稳地管 我在这里 深切寻求你 在这里 深切寻求你 我体会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 祝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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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和我心 为我心 祝耶稣 祝耶稣 我心中的天安 因为我有你被输在我心 我在这里 先继续救你 每一个清晨天王 不处地寻求 我在这里 明天的心意 请给主耶稣 渴望坏地的家里 我在这里 先继续救你 每一个清晨天王 不处地寻求 我心中的地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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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地寻求 那地寻求 我心中的地寻求 我心中的地寻求 要去還擊 不是以牙還牙 而是要以善性惡 好嗎?這個時候 我們都安靜下來 在《四十日金色》當中 我們都安靜自己 我們回想 現在或者過去 我們是一個怎樣的 面對這些的迫白 面對這些的艱難 我們是否要生存惡毒呢? 裡面有很多的不平 有很多的鬼詐 假善、嫉妒 很想以牙還牙呢? 今天 藉著經文 神提醒我們 紀念這個原備的救恩 紀念我們的身份 經文教導我們 要尚存信復的心 我們要仰望基督耶穌 受苦的榜樣 活出 一個服侍神的心 在成為一個的見證 在外邦人的裏面 要能夠歸榮 要給神 我們去思想 在我們過去 尤其是在我們工作的地方 我們不是對權兵 很多的 不滿呢? 在我們的同事當中 我們能不能夠活出一個好的行為 好的見證呢? 求主來幫助我們 我們是如何面對艱難呢? 我們有沒有一個信服的心呢? 經文說 你們作伯仁的 凡事 凡事 要傳敬畏的心 信服主人 凡事 在神 看事 可喜愛 你們蒙照 願事為此 好嗎? 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去思想基督耶穌的受苦 剛才牧師一開始就告訴我們 我們要像我們的父親 像我們的神 好嗎? 這個時候 我們都思想基督的受苦 好叫我們 在患難的時候 我們 因著耶穌不失去見證 主耶穌我們來到你的根前 你來幫助我們 去思想今天 彼得前書的經文 當時彼得怎麼樣 在 羅馬的時代 基督徒受迫伯 甚至彼得自己 都受到迫害 倒釘十字架 今天 你來幫助我們每一個 不是以牙還牙 以惡報惡 不是要去報復 而是能夠 有一夥敬畏神的心 讓我們能夠去信服 凡事信服主人 讓我們的良心 可以對得住神 因為基督 耶穌你同樣受過苦 你是我們的榜樣 主耶穌今天我們定義 求聖靈來幫助我們 藉著神的話 活出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要跟隨耶穌你的腳踪行 耶穌你沒有犯罪 你口裏面完全沒有鬼詐 你被罵不還口 你被人罵你沒有去搏嘴 你沒有去反駁 你受害你都不說威嚇的話 你不以牙還牙 以惡報惡 你以善性惡 你將自己交託那位 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主今天你來幫助我們每一個 相信神你是真的 你是活的 你是有公義的 你是作審判的 因此我們自己都不要恨惑 不要流破口 因為你是審判人的主 祝我們能夠將自己交託給你 祝我們將我們所面對的不公不平都交託給你 面對一切的迫白患難都交託給你 你叫我們不要因為自己犯罪受責打 而是我們願意放手交給你 我們自己不恨惡 完全相信你 交託你 因為你是按公義審判人的神 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以你的獨身愛子 承擔我們一切的罪 基督耶穌被掛在木頭上 親身擔當我們的罪 讓我們可以在罪上死 可以在意上活 讓我們不要 以惡還惡 同樣在罪的裏面 我們要以善性惡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擔當罪 我們可以在意上活 多謝你讓耶穌 所受的鞭傷 叫我們每一個得醫治 主這一刻你來醫治我們 過去 所受的迫白 所受的艱難 遭受的傷害 主耶穌因你的鞭傷 今天藉著經文 藉著雷馬神的話宣告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得著醫治 耶穌當我們仰望你的時候 你實價上所留的補血 就成為我們的醫治 你的鞭傷 叫我們能夠得醫治 你的補血能夠 肚抹我們 潔淨我們 恢復我們 祝我們多謝你 我們從前是迷路的羊 但是現在 我們可以 進入 這位靈魂的牧人 耶穌基督的監督裏面 主你是我們最終的權兵 我們最終是信復你 恩著信復你 我們可以信復地上的權兵 可以信復我們的主人 甚至乖僻的都能夠信復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在你的恩手上 我們在靈魂的牧人監督底下 祝我們感謝你 來加力給我們 讓我們在你的裏面 以善性惡 無論什麼環境 我們能夠以善性惡 更多讓我們 渴望你的靈賴 在你的話語裏面 我們能夠暫立 在聖靈底下 在你的話語裏面 堅固我們每一個 每日都能夠成長 能夠近象你 祝我們多謝你 贊美你 多謝你去更新我們 每一個給我們有力量 在不同 任何環境的裏面 我們都能夠 為主堅強 站立 祝我們多謝你 聽我們討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命 阿們 感謝主 接下來我們繼續 可以為香港 守望書錄起 我們的祷告盾牌 我們來看看 在新聞裏面 我們知道了 其實 深圳進行了三輪的 全員的 核酸檢測工作 也宣佈了 全市基本上都實現 社會面的動態清零 可以恢復正常 在我們隔離的澳門 幾乎是未受過 這些疫情的影響 我們知道澳門 是事先準備 去公佈 所有的 預設的安排 而深圳能夠果斷回應 快速的 去復償 我們承認 香港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優越感 我們承認我們覺得 自己會比深圳好的 比澳門好的 但是 讓我們藉著這個疫情 真是 攤牌了 看到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 作為香港人 我們都承認 我們需要 虛心學習 求神 拿走我們的優越感 真是藉著這個疫情 我們每個人 都起來 去承認 我們 是不足的 我們是要學習的 不是一直都會覺得自己 比深圳優越 比澳門優越 好嗎? 這個時候 我們都來到神的根前 我們都是香港人 你和我都是香港人 我們都有這個優越感 我們都在神面前 去謙卑自己 好嗎? 我們來祷告 主我們求祢寫免我們 我們承認 一直以來 我們有英國殖民地的優越感 我們自己覺得 比深圳優越 比澳門優越 主我們多謝祢 為了這波疫情 我們真是很多謝祢 你讓我們真是 看珍自己 讓我們知道 我們有多麼驕傲 多麼的自義 主我們承認 我們要謙卑下來 向別人學習 我們看到自己有這麼多的不足 你的不足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我們自己 自我感覺良好 主我們多謝祢 為了這個疫情 我們多謝祢 主我們沒有被人陰月 主我們是誰呢? 我們只能夠靠祢的恩典而活 主我們承認 主我們過去的驕傲 求祢去赦免我們 主我們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們願意去學責 謙卑自己 主多謝祢 讓我們見到深圳的 和澳門對抗疫的成功 主我們獻上感恩 主我們求祢繼續來保守他們 主讓我們都能夠一起的 在祢的路上 蒙祢的去保守 主我們多謝祢 聽我們討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命 Amen 接下來我們看另外一個新聞 就是 其實在這個疫情的裏面 很見到 內地和香港的一個將力 其實在疫情裏面 內地和香港雙方都不能夠 獨善其身的 第五波疫情我們看到 很明顯的就是 香港的疫情傳回到內地 其實真的是 等於以前 董伯伯經常都說 香港好中國好 中國好香港更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為了 中港兩地的關係 更深地去討告 我們知道中央政府過去 可能不想 被人認為破壞一國兩制 所以沒有 怎樣 去干預到香港的事 而中央和香港的官員 都欠缺一個 治理層面的溝通 即使香港治理 埋下了計時炸彈也好 中央仍然 不是主動出手去問責 香港戰戰 我們都以為 一國兩制 就等於河水不犯井水 其實慢慢 因為這樣 河水不犯井水 我們承認 和內地 都有一個隔閥系當中 中央支持香港 依法施政 所以讓我們都以為 可以按本子辦事 失去了改革的思想 亦都勸缺國家的情懷 我們承認香港沒有什麼國家的觀念 去理解國家 總體的格局是怎樣 但是 會藉著這個疫情 我們求神去加強我們 堅固我們 讓我們真是知道 自己香港的角色和責任 亦都給內陸和香港的關係 讓我們去引向一個政途的裏面 而不是一個 港人 知道部分港人對內地有一個的憎惡 甚至乎 民水政客的筆下宣傳下 亦都令這個憎惡失控 甚至乎有一個角列式的港獨 要出來的時候 我們求主來憐憫來幫助我們 我們知道雖然一國兩制是不同的制度 但是相同的目的 都是給人民有美好的生活 我們為了內地和香港的關係 這是一個很根基性的問題 求主來聯盟來幫助我們 我們為了這兩個的關係來討告 主要我們來到你的根前 主要我們知道過去是回歸以來 一直以來 真的感覺是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當然知道 其實不是的 這兩個關係是很密切的 真的 香港好中國好 中國好香港是真的更好的 我們不是說自己好像要分割 亦都不是分裂性 的獨立 所以你來幫助我們 你來聯繫我們 讓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可以加強 密切 讓中國懂得怎樣 幫助香港之餘 亦都在香港的無力 港人治港的無力的時候 我求你 給中國的官員 智慧聰明 怎樣去幫助香港 而不是一個河水不犯井水的關係 你也幫助香港怎樣 拿走我們的優越感 讓我們在一個真戶的裡面面對 等於今天經文所說 凡事要傳敬畏的心 信服主人 主 這個是出於你的 是你的教導來的 你幫助我們 我們根本不是一個 迫伯的裡面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有一個美好的合作 美好的關係 要一個 合一的關係 愛的關係 信任的關係 加在香港和內地的政府當中 你來加強我們 主要我們為了這個疫情 我們非常感恩 因為讓我們真是看到 自己是什麼狀況 主要我們能夠擔起自己的角色和責任 兩邊關係能夠可以相通 讓這個一國兩制能夠在香港的裡面 有一個美好的發展 不是河水不犯者水 而是在當中 一個密切的 一個愛的關係 信任的關係 來加強 雙方有美好的發展 讓雙方的人民 都能夠有好的日子過 主要香港要有好的日子過 你來幫助香港 你來赦免我們 你來帶領我們 讓中國和香港 能夠藉著 你給我們的這個環境 讓香港和中國 都能夠走向你給我們的命定 主要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聽我們的討告 逢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今天在《彼得前珠》的第2章 第2節 就要愛慕那純正的名乃 將財新的嬰孩 愛慕大一揚 叫你們因此佔長 以致得救 你知妹讓我們一起 用信心來領受 這一節的聖經 也都鼓勵我們每一個人 要來去愛慕神的說話 學慕神的說話 就像嬰兒 愛慕這個奶一樣 讓我們的生命成長 生命不要停留 我們愛主的生命 屬靈的生命 也都不要停留 要一直的成長 成長 成長 要真是 專注在神的話語 專注在神的道裏 就像嬰兒一樣 嬰兒只專注在祂的奶奶上面 我們都要求這樣的生命 求有這一份的學務 以致到我們 天天來去學務你 天天來去 恢復 神 你給我們那個 屬天的形象 可不可以一起 為我們的生命 去祷告 主耶穌我們 求你 求你將那份的學務 放在我們裡面 將那份的單純 放在我們裡面 讓我們真是回轉 好像嬰孩 好像小孩子一樣 學務你的話語 你的話語就是我們的一切 就是我們的所有 就是我們最愛慕的東西 主耶穌也都讓我們 不要滿足於現在 讓我們的屬靈生命 不斷追求那份的成長 有生命就要成長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靈命 日見地去成長 以致到我們能夠 活出你的形象 叫世人可以寒熱 將榮耀歸給我們 在天上的父 主要求你 將這樣的生命 賞辭給我們 幫助我們 主我們 多謝你 聽我們的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感謝主 我們今早的神徒 就到這裡 願祝福大家 繼續 在主的愛裡面 成長 再成長 Amen Amen